一個月吃一次飯會不會餓死喔? 如果是真的是吃飯的話 其實吃飯有水 短時間之內是不會死啦 水,我是說真正的吃飯 就生命而言 但是性,我之前就已經有影片講過了 沒有人說...應該是說 沒有人說沒有性會死 會怎麼樣 但是有了會更好 應該這樣講 好 所以你要一個月吃一次 一個月吃兩次 一天吃兩次 其實你高興就好了 對方高興就好了 你們兩個尊重彼此就好了 我說的答案一點都不重要 只要你們兩個 是可以符合彼此需求 然後不要過度讓兩個人不開心 或者是這個行為 造成你們兩個人的生活 或心理的壓力困擾 這樣就好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一個答案或數字說 到底要幾次 一定要幹嘛 因為這些規定 只會造成我們心裡的壓力 一旦在性裡面有壓力的時候 那些慾望 都會瞬間消失 你們應該聽得懂我講什麽吧 所以你必須要完全放鬆 你才能自然的去享受 身體或者是你的心理 帶來給你的本能 或者是你的原始的欲望 而不要受太多影響 這樣